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到新闻本庆山 我是余燕 最近这个疫情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很担心 那常常都学着不知道去哪里玩呢 台湾内部当然像很多赏音的集点不错 当然要出国也有很多地方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Vigo 可是美国不是很远吗 没有 是比较近的 美国的关岛的观光局台湾代表 严树芬 Felix应该叫您代表早安 早安 余燕主持人早 大家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这个Felix的中文很好 因为他其实是台湾人 但是他现在身份就是帮关岛的 美国的关岛的观光局做代表 当然最近大家都太关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讯息了 很担心很惶恐 很惶恐 那常常也是来问我说不知道好好去哪里放松 因为大家最常去的日本 韩国 尤其很多朋友喜欢去中国 但是这些现在都 都有点担心了 所以到底关岛的 现在也还有没有疫情呢 是 关岛是一个完全没有疫情 没有确诊的地方 零哦 零 对 那可以大家很安心放心的到那边去放松一下 是 那其实它虽然是美国 但是它是叫做美国的第一天的开始 因为它在西太平洋 英文叫做Remote American Island 它其实就是说 离美国很远的一个岛 但它属于美国的一个属地 是 那离台北 我们讲直飞的航班 华航直飞的航班 只要3.5个小时 就可以到了 是 是 我觉得台湾人有时候对关岛有点陌生 它是位于西太平洋岛屿 那所以华航一周有几班 目前一周有四班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五 跟礼拜六 那早上出发 那到达那边时间 因为关岛跟台湾有时差两个小时 是 所以 假如现在的时间是9点半的话 那边就是11点半 所以就是说到那边呢 可能是 应该就在下午大概两三点到那边 然后就可以开始一天的行程 可以放轻松啊 看到海岛风情 其实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一些明星model啊 他们现在流行海岛的婚礼啊 那所以像是季晴 对 王仁甫季晴 他们这一对啊 模范 模范夫妇 许下山盟海市 这样子 还有一个美丽的婚礼 对 那当初关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哦 关岛它是蛮有趣的 这个要追溯到16世纪左右吧 那个时候 因为关岛曾经被西班牙人统治 然后接着是日本跟美国 那美国后来就是变成美国的一个属地 在西班牙统治16世纪的时代的时候呢 那个船舰刚刚靠港 就觉得这里是什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啊 然后呢 就很多的这些当地的原住民 当地原住民他们叫查莫洛人 查莫洛人 对 待会再我们跟听众朋友提一下 查莫洛人的这个渊源啊文化 是 那这些查莫洛人呢 就看到哇 这么大的船舰 然后这些西班牙的这些水手啊 下来跟船上 然后就过去跟他们说 我们有啊 我们有水果 我们有食物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大家就是以物易物的交换啊 这些等等的 那那个官岛的说 我们有就是国安 国安 国安 那这个国安 然后西班牙人说 哦 这里就叫做官啊 其实国安就是我有 我有 我有水果 我有食物 你们要交换吗 所以这个游来蛮有趣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官的游来 对 所以查莫洛人 他这个在你们给我这个官岛的趴趴照 很好玩 这里面介绍查莫洛村有观光夜市 那常募洛人 他们男生女生都留长头发 发色是中红 皮肤是浅咖啡色的 体型高大强壮 这是他们的原住民人 他们的原住民 其实他们的原住民啊 有一说 其实是来自跟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是同一个学员 是 所以 南岛民族 对 南岛民族 对南岛民族 那这个南岛民族 那这个南岛民族 当然就包含到很多的这个区域 尤其是亚洲跟这个泛太平洋 这个区块 那这个跟我们兰语的大五族 有些文字上面也很相似 然后他们去拜访的时候 彼此交流拜访的时候 突然发觉说 怎么大家彼此好像舅舅叔叔阿姨一样 就是大家的脸孔很像 所以其实是来自同样的一个学员 是是所以这是这个关岛的茶墨落人 那可以谈一下你们最高的山吗 台湾现在很流行到异国去爬山 像我的朋友最近就在日本的富士山 那不一定能攻顶 那有的人就专门去各大洲攻顶 我有个朋友还到了 这个非洲吉利马扎那山攻顶成功 那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么累 那关岛的最高的山是叫什么山 那它多高呢 我们关岛最高的山呢 其实它的名字叫做闪电山 这是中文的翻译 那茶墨落语叫做Lam Lam 叫做Mount Lan Lan Mount Lan就是闪电的意思 茶墨落语的是Lam Lam就是闪电的意思 你不会也会茶墨落语吗 多多少少的因为做代表嘛 有时候我们因为比较跟 就是说比较在地化一点 大家的感情会讲解比较好 你有跟他们穿他们的祖福吗 那倒是没有 他们的祖福有点像那个 夏威夷的草裙有点像 但不一样 它的比较长 草裙比较短 他们也穿那种 男生也穿那种丁字裤 大概穿起来没有他们那么雄装威武 是是是 不过他们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山呢 其实它虽然只有最高406公尺 是 那非常适合 带有三四公里的这个小径啊 你就说我们讲的说去攀山啦 登山啦 或者是说在户外踏进啊 它其实非常适合 但是不要看它406公尺 那是在水平面上面 水平面下面啊 因为关岛就是紧淋着 玛丽亚纳海沟 哦好深哦 哦超过一万一千米 对 跟余妍报告一下 那一万一千米 就代表是说 如果我们的玉山来讲 是三千多公尺的话 那如果这整个来看的话 它可能呢 技术性上面 其实关岛的这个Lambland闪电山 它搞不好是全世界最高的山 不能这样散啦 海平面上是多少 海平面上是406公尺 所以是非常宜人 而且很容易就登山了 一下我们就攻顶成功了 一下就攻顶成功了 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 有机会就去走走 所以这么可爱的一个海岛 关岛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它有什么特有种吗 它有一种鸟叫做 Coco 对 Coco鸟 它叫Coco Birds 那这个Coco Birds 它是经过一个进化 就是它是Coco Birds 这种可可鸟呢 长得很可爱 那当然它也是一个 原生地的这种鸟类 那后来在某种原因的情况下 退化以后 它是不能飞的 那这种不能飞的以后 它会被一些陆地上的动物欺负 吃掉它的这个蛋 或者说对它们的攻击 所以现在这种可可鸟 都有点类似像保育类一样的 然后在我们关岛也有一个动物园 关岛也有保育区 然后那这种鸟 那样就是变成我们一个 我们讲的说一个可爱的象征 关岛的某种的这种的象征 对 我爬山会看得到吗 还是不容易找到 应该是不太容易 但是不是说不能发现 那当然我们这个 在保育的区块跟动物里面 动物园里面是还有的 是可可鸟 然后当然这还有一种石叫拉提石 这石头是当地才有吗 拉提石这个是一个 查木洛在 查木洛文化大概超过了四千年 四千年就是蛮远远流长的 那大约是在有历史考证的话 是在西元前一千两百年 开始就有这样子的 我们讲的这种建筑艺术 那这种拉提石呢 它大概都是差不多是三个一排 然后两列或者最多到七个一排 就是十四个这样 就是六到十四这样子的一个柱子 那这柱子上面架上了木头 树叶然后变成一个房子 所以这种拉提石叫做拉提石 在密克罗尼西亚是非常特殊的 那在西元前 那不只是关岛有在像天宁岛 像塞班岛等等 那这都是跟这个南岛远的民族 他们透过一些交流以后 想到用这样的方法 那它这个高度差不多会在 一米到三米之间的高度 那是蛮高的 那它是下面是一个柱状的一个石头 那上面呢就像一个咖啡杯 然后两个这样子结合在一起 那它组成成分有点像石灰石啦 或者说玄武岩这种海底帽上来 就比较坚硬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玄武岩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好 因为啊像海岛啊 因为就很多的动物啦 野生动物啊这些 它做那个石柱啊 老鼠也好或者是动物也好 它爬不上去 所以它有一个防御的功能 是 然后天气又热的话 那这样子通风 所以 呃 大家住在那边也很舒畅 是 那可以 可以在下面有一个遮阴避阴的地方啊 做一些活动 因为 呃 关岛是一个四季如春夏的地方啊 中 中年的恒温是289度到31度 哦 真的是蛮热 又很舒服 是啊 对啊 所以难怪大家都是穿着那么舒服的地方 嗯 所以这是拉提石的故事 是老祖宗的智慧 老祖宗的智慧 对 那现在还可以在呃一些区域看到 这个大概在17 18世纪 一路到从 到差不多16 17世纪的时候 还有看到一些 嗯 不过现在当然没有了 这个不过这个拉提石是代表了 我们查莫洛就是关岛的这些原住民民族的兼韧 是 然后团结 哦 大概他们现在拿这个作为一个 呃文化的象征啊 符号啊 这样子 哦 真的很不错 这关岛的人 查莫洛民族 大概现在还有多少人 原住民 哦 呃 关岛的居民人数 人口大约是差不多17万 那原住民大概占了35个percent 哦 那35个percent大概四五万左右 哦 是 是 是非常珍贵的文化资产 是啊 那所以 呃 我看很多资料上都说 关岛是全球前十大绝美海岛之一哦 哦 每年这个海岛竞争非常激烈 对啊 岛屿观光现在是世界上最夯的东西啊 甚至什么希腊小岛 或是台湾的小岛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可是像这样当然了就是要问到钱的问题 我就是我们现在去亚洲其他地方玩都还有呃就是也很多很便宜的像我如果做连航那如果我去官岛这样的海岛花费会很贵吗 然后还有在语言上面如果我不会讲英文我也可以去玩吗 哦 那跟余燕说明一下哈 呃 贵跟便宜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每个消费者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哦 嗯 那当然呃在所有的地方因为我们讲的是说人均收入的不同 那美国关岛是呃 呃 离我们的距离很近 嗯 那呃呃要看整体的条件的评量来看的话 对是没有错就是说机票稍微贵了一些些哦 哦 那呃呃 环境上面稍微更好一些 所以就是说 办的是美签 呃呃我们很幸运的就是美国关岛呢特别优惠我们呃台湾国人是免签证的哦 所以我们这边在讲说其实呃呃在讲贵跟便宜来讲的话其实呃呃整体的一个考量来看的话呃呃他是不贵的 因为呃呃在去年的比较时候关岛在消费平均消费上面是比夏威夷要便宜大概约9个percent 嗯这个是有经过一个调查的那整体来讲的话因为是美国嘛所以他的一些食物上面是比较 如果说讲吃的部分的话他食物的分量会大一些些哦那所以其实在呃呃分享的上面来讲的话 看起来价格虽然高一些可是可以享受的是更高一些所以大约我们来看的话他虽然是一个呃中价位吧也不能算是说低价位但是一个中价位的地方如果我要去玩五天大家准备台币多少钱一个人的话哦五天的话其实现在呃呃两万多开始就两万多三万大概就可以开始就去了看你要住什么样等级的饭店啊啊是哎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非常有趣哦他是呃呃关岛的美国关岛的观光局的台湾代表 严肃分先生Felix谈到就是认识关岛的深度旅游但是我们先进一个讲讲休息一下再回来 网络中文字幕说观众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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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确诊都没有 一个确诊都没有 对 然后因为海岛的地方空气也好 然后海风啊 然后整个的空气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属地 在美国的那个环境保护之下 它在空气啊 水啊 或者说食物上面的检测都是最高规格的 所以当然在入出境的这个现在的管制也是非常严格 最近关岛也有颁布了一个 跟美国的这个疾病管制中心是一样的 就是说凡是有经过中港澳的这个部分的 这个国籍的大概目前是不能入境关岛的 所以也有做一些防范 对 是 所以台湾是关岛的第几大市场啊 台湾人喜欢去关岛玩吗 台湾是目前是关岛的第三大市场 那第一大第二大是分别是韩跟日 韩国跟日本 那我们是第三大 那因为其实这个美国关岛 其实离美国本土它是有点距离的 那所以呢 它是比较接近我们 因为它在西太平洋 那整体的面积是550平方公里 是台北市的两个大 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到关岛旅游呢 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之一 因为很多人会考量到说安全啊 舒适啦 免税啦 因为在那边你知道一个免税天堂啊 然后还是一个海岛天堂 所以在很多的环境条件之下 关岛已经变为我们国人的首选之一的海岛度假比 是 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 关岛有哪里好吃 好逛 好玩的地方吗 哦 说起来就有很多有室内室外了 我们曾经在讲的就是说 到关岛不管您要上天下海还是放轻松啊 其实都很棒 那关岛好玩的地方我们先从降落好了 你当你在三个半小时时间 从台北的桃圆机场出发 直航三个半小时到就到达了一个关岛的机场 从关岛的机场到最热闹的五星级饭店区 我们叫杜孟湾 杜孟湾差不多有两三公里的这样绵延的白色的 细沙滩很舒服很漂亮的地方 只要不到20分钟你就到达了这些饭店区 然后换了庄以后 电梯坐下去前面就是海滩 开始玩水了 最后可以玩水了 所以对 那每一个饭店呢 这五星级饭店邻里 那在这样五星级饭店邻里的区域呢 我们玩水啦 水上的活动啦 这些都是非常轻松 而且它的海滩在延绵出去的地方都不会超过你的胸部 这个胸部以下的那个这样子水的深度 所以大概有差不多五六百公尺的这个区块是非常安全 那也很舒适很美丽 那这是在海边的所有的相关的活动 那不要忘记在美国你可以玩不同 有美国关道可以有不同的旅游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说除了享用饭店的设施 跟美丽的海滩以外沙滩以外 那白天的时间你还可以去做不同的活动 譬如说年轻人喜欢做的高空跳伞 这个很刺激 这是线上活动 但是现在很多我们国人 大家就是有这样冒险精神 然后年轻人爱吃鸡 所以跳伞是一个蛮风行的一个地方在关岛 高空跳伞很过瘾 那还有呢就是 教练带着 对教练带着你 教练就是 母鸡带小鸡一样这样跳下去 非常安全 然后再把你的过程拍下来 做一个永久难忘的回忆 你就不要尖叫 对那这个是从最低的从八千英尺 一直到一万两千英尺 那当然就一分多钟了 可是那个回味无穷 再来我们讲说开开小飞机 那小飞机呢 它是正驾驶副驾驶 那你可以当成副驾驶 然后在上面从 在天上徘徊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那这样的行程呢也非常安全 那后面有两个座位呢 是可以让你的亲朋好友啊 或者说你的bodybody可以一起上去 那就鸟看整个关岛这样子的整个的 鸟看的整个的风景 那那个风景啦 海岸线啊 那是非常的溃丽美丽啊 是值得你去尝试一下的活动 那当然水底的部分呢 有那种体验潜水啊 那也不需要潜水执照 那潜水的部分呢 可以十米的潜水深 那这个在海底可以看到什么 海底我们可以看到 在体验潜水的部分的话 一般的热带鱼啦 热带鱼啦 海龟啦 这些小的这个小生物啦 这个都很美丽 因为有几个景点 它特别是在 就是潜水的景点 特别是在 它们有一个特别地方叫做 鱼眼公园 那鱼眼公园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有一个辽望台 看到辽望台不是往上涨 而是往水底涨 所以它在走下去 有点像潜水艇一样 你可以在那个 360度的环绕 看这样子的海底景色 那又有空调 很舒适啊 那潜水的人 就是在那个 这个水塔 这个鱼眼公园塔的旁边 有一个训练池 那大概有十公尺剩啊 那是一个自然的环境 珊瑚礁 所以去做一些水底潜水 那是个过瘾 这就是一种户外的玩法 那室内的玩法 所以户外玩法的时候 我们真的今天很谢谢 Felix带来几个特别的礼物啊 是三份防水袋 还有三份海滩金 防水袋是这种 是不是 这是什么 这防水袋就是一般我们现在 你现在出门的时候 有一些要碰到水 难免到海岛碰到水 那这个防水袋 它的装置很好 所以把你的重要的衣物 干净的衣物 毛巾什么放在这里面 钥匙还是钱包 然后你背在身上 那这个就是可以防水的作用 保护你的证件 那这是一个很好很实用的一个防水袋 然后三份防水袋 还有三份海滩金 提供总共六份礼物 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那所以请大家到保导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下面留言 那留言要写什么字啊 留言就是说我爱关导 好就是写我爱关导四个字的话 我们就会抽出六个朋友来送给你 谢谢 那关导刚刚讲到一半 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飞飞机那些的 那些价钱你刚刚本来要讲出来吗 飞飞机这些 小飞机其实也只有两千多块 台币来讲 两千多块就说一个人大概分 差不多不到一千块钱 就是说一架小飞机 你就三个人可以上去开小飞机 这是一个蛮新鲜好玩的活动 那我刚刚讲的是在户外的一些活动 当然如果你想的是说 做做SPA啦 然后找个地方看看景 尤其他的千万别忘了 他的在菲律宾湾太平洋 你可以看到绝美的夕阳 看那个夕阳从火红的火红的球这样子 落到海平面 你那个心啊 整个是就是说 那个真的是应该讲说 我曾经是担任过在服务业 我们在旅游业也蛮多年的 所以走过了三十几个国家 我发现这边的海景真的是 这是number one number two 真的是很漂亮 对所以我们其实从 关岛代表的 所讲的话就知道 人家在处理关岛整体的观光的时候 它其实是整套的 是专业的整个岛屿观光的全套座位 所以有SPA吧 这个就特别值得一提的 关岛的SPA也算是非常顶尽 因为不管是在海岛国家的时候 SPA是一个不可缺的选项 人们都在观光旅游客人 在那边不管是逛累了是玩累了 当然就是要放松一下 SPA一定是最好的选项 服务的设施 各大饭店几乎都有含SPA的设施 那这些SPA设施 不只是提供给饭店的客人 另外就是其他的旅客 也都可以去登记 去做这样子的体验 那我曾经就好多朋友去做 这边都不输给我们讲的一些 不管是泰国的 或者是说菲律宾 这些或者是印尼 巴厘岛这些 所以它关岛的SPA 绝对是值得您去体验一下 非常棒 然后也有不同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些 疗愈的方式 这SPA的这种 它都有 也都是非常的新颖 最近又有一家新的饭店 又要陆续的 六星期饭店也要开幕了 所以很欢迎大家 尤其是女性的听众朋友 到里面去做个SPA 那这种SPA也是非常小确幸 其实价格也不高 那如果说一个顶级SPA的话 也都在差不多100美金左右 是个很适合的 顶级啊 对对对 那结果你走过三十几个国家 最后为什么落脚在关岛 那而且一个台湾人去当 这个关岛的整个行销的观光大使 观光专家 那关岛对于你是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是的 我们今天这样讲说 要追溯就是在 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就是因为我本来在 饭店修行业 我是华航跟华信的 做我们讲的空中服务啊 然后做厂长 下来以后呢 我就又去了这个 我们的饭店集团 那饭店也担任了 那些菜式都很好很好啊 是啊 对对 那后来我也 因为一人机会就是去海外做饭店的开发 那这个饭店是在柏琉 这个柏琉就是跟关岛是在一起 它是整个叫做密克罗里西亚群岛 那密克罗里西亚这一块呢 就包含到关岛了 柏琉这些地方 那我在帮你 在柏琉的开发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机会去造访关岛 那关岛的这个现代化 然后它又有一种自然艺术文化的宁静 那就也深深的吸引我 那在某个机缘之下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在 关岛它是这样的 它就是在每一个重要的一些 我们刚刚讲的说 想要开发或者想要维系 这些关跟客的交流往来的这种国家呢 包含到日韩台湾 这些香港等等 这些它都有设办事处 那在台湾他们就想说 找这样办事处呢 然后来推广整个的关岛的观光 跟人民的交流 那经过这样子的临选以后 它觉得可能我比较适合 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机会 我很好奇 你在看海岛的落日的时候 比方在你说刚刚什么 密克罗伊西亚的什么岛 密克罗伊西亚是柏流 柏流 塞班 柏流的戏造 和塞班的戏造 或者台湾澎湖的戏造 还有关岛的戏造 你那一刹那是看到了什么吗 各有各的 我们讲说各有各的美 可是我在关岛看到的是 它给我的震撼度是在于说 因为它完全是没有屏障的一个环境 就是关岛它在 不管是面对菲律宾海或太平洋 它前面就是整片的宁静的大海 然后它是在刺到上面一些些 因为天气也不是那么湿热 比较其他几个地方来讲的话 那我们在那边的那个环境 第一个是自己本身身体的环境 第二次看到那个景色 那个景色它提供给你的那种 在海天一色的感觉 跟它在那种瞬息之间的变化 尤其是刚才细照 在要落下来的时间 就是那个在30秒之间 所看到的变化 远胜于美景 我觉得是排顺位来讲的话 在我心目中 它还是第一位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美国关岛的观光局台湾代表Felix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分享他心目中那一刹那细照的感动 那也谢谢你带六份礼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那真的岛屿观光 这台湾很棒 那别的国家 关岛也值得您参考 那现在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